每个月到底要扔多少钱 因为不新鲜 因为烂掉了 因为不好吃 因为腐坏了 我到底每个月扔多少钱 今天新月手上先拿一个是大垃圾桶 我是垃圾桶空的 我们先给大家细数一下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猪蹄是肯定吃不了了吧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酱好的猪蹄 哎呀老两口吃不了 放冰箱吧 放一段时间 结果放完坏掉了 去婚礼参加酒席 拿回来吃的那个家鱼肉剩的 本来就想 哎呀过两天就吃了了 结果没吃了又坏掉了 甚至好多人就吃这些坏的东西 我们拉肚子身体不舒服 这一个猪蹄咱就少说少说 你自己在家酱 我觉得十块钱要有了 对不对 这个我扔掉了 十六块钱啊 让大家要十六块钱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 哎呀这个偶票 都已经放置到什么程度了 都变黑了 这个我也扔掉了 六块三 然后我们再让大家看 哎呀这个火龙锅也坏掉了 屏幕当中让大家看一下 对吧 而且我发现打开冰箱上面 这个串味一味 那我就要需要 我真的不用了